音樂才子王力宏 日前才在網路上公布 洗貨2000斤的消息 近日好事不斷的 他憑上大陸節目 搶賺奶粉錢 不過就在這個月 卻傳出有人假冒 他的民意進行詐騙行為 一名自稱是王力宏 所屬公司的員工Jake 向北京華融天空傳媒 洽談兩場王力宏演唱會 向對方開價約5000萬台幣 而就在簽訂合約後 這個男子收到了定金 這個人如人間蒸發 對方才驚訣自己受騙 還拿出合約書表示 合約的下方還有蓋上 王力宏所屬經紀公司的印章 所以沒有察覺有異狀 而當時雙方還已經訂下 演唱會時間 只差地點還沒有喬攏 沒想到要進一步 聯繫Jack本人的時候 他不是百般推託 就是要對方直接跟王力宏 製作團隊聯繫 北京華融員工還進一步表示 合約是透過電子郵件簽訂 這個辯稱和台灣簽訂合約 都是透過此種方式 沒想到竟然是一場騙局 而對於整件詐騙事件 王力宏所屬公司 也已經在六月的時候澄清過 表示公司內部 並沒有名叫Jack的工作人員 呼籲各界不要受騙上當 謝謝台北綜合報導